阿力公位 大家好 我是阿力 十二星座洗白系列 最后一个星座 天蝎座 整整一年之间 我们都分别将每一个星座 都推出了一个洗白的影片 终于来到尾声了 首先呢 要感谢阿力公位的你们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才可以让阿力公位有所成长 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做出好作品 我们要往上爬 那要开始帮天蝎座洗白之前 先来大概了解一下天蝎座 作为皇后宫上的第八个星座 火星及冥王星则为天蝎的守护星 这让一年四季中 于深秋出生的他们 套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强烈第六感 以及他们不温不火的神情中 天蝎仿佛总是能够看透世间万物 于是呢 总有一种孤傲 高深莫测的印象 而守护星火星虽然将热情分给了母羊 但同时也将占有欲 以及深度暗藏的热情分给了天蝎 于是天蝎冲动以及强烈性格 则较多展现在爱情的表现上 所以对于天蝎的先天优势 则是强烈的责任感 韧性强 不断的黑白分明 意志力强大 甚至对生命通常都有独特的见解 所以《蛇行动》当中 第六感最神准的 可以说是非天蝎座莫属 任何小动作或背叛 都逃不过天蝎座的法眼 相对的 个性这么独特又神秘的角色 在语言相处中 总是让人感受到 强烈的高冷或孤僻感 甚至有人时常说 天蝎爱记仇 或是报复心态强大 心机重等等的 又或是总是被 不熟悉天蝎的人抱怨说 他们总是太过极端 占有欲实在太强 所以感到不和谐或难以相处 这让人想避而远之的天蝎座 心里应该有很多的委屈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一的来帮天蝎座 澄清这些负面形象吧 让大家可以好好地理解 天蝎座真正的性格 进入影片内容之前 请大家不要吝啬你的小手手 帮阿力点个赞 按下订阅钮 打开那个叮叮当吧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天蝎座的高冷孤僻这一块 甚至也可以说冷漠 刚刚有提到天蝎出身 就披上了一层 朦胧的神秘面纱 冷冷神情在角落 总是被人解读为高冷冷漠 但我只能说 这些都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而已 只要是天蝎座的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 天蝎座超级闷骚的好不好 先回到天性这一点来说 天蝎除了神秘外 他们本身也是任性很强 意识力很强大 这也包含他们其实大部分 都有着刚强执着的性格 不但不会轻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更可以说他们不会受到 世俗的教条束缚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只要有了想法或目标 就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不会去在意旁人的闲言碎语 他们是那种 可以独自享受追求成功的过程 就算失败也不会太消沉 马上就会重新调整心态再出发 所以透过这一点也可以感受到 天蝎的独立性有多强大 再加上天蝎天生如通灵般的第六感 以及惊人的洞察力如同毒心术 透过超强观察的分析能力 可以静默地观察人的心思举动 而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喜欢先思考 去探究比较深层的面 不但不容易受到事物的表象 蒙蔽双眼 各位在第一时间去推理分析情况 所以与其说他们孤傲高冷 我倒是可以说 他们只是不轻易跟人交流 不想要去浮于当下必须要融入的环境 他们不喜欢热闹 要他们跟一群人吵吵闹闹 还不如在角落来观察 但是天蝎座偶尔会有点冲动 喜欢用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独特见解 所以有可能他在一旁观察一段时间后 会突然一语道破当下的情势 举个例子好了 当一群朋友正在讨论 互相的穿着打扮 买的包包衣服好不好看 互相称赞 天蝎座一般会在角落默不作声 而正让大家觉得天蝎座很无趣 不会特意理会的同时 天蝎座可能在这个时候 抛出一句有点酸味 但又三观很正确的狠话 例如说 要被贷款去买包包 我哪敢拿去买吃的 或是 这么高级的保养品我买不起 开家商品就够用了 鞋卡哦 等等一些有点毒蛇的方式 让人感觉有点酸酸的 这个就是天蝎毒蛇的现象啦 忍不住想要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做出百发百中的冷剑 制造大型秀死现场 所以难怪大家会对天蝎座惧怕 但不要怕他们真的很闷骚 好啦 不能说闷骚 他们其实是外冷内热 这是火星带给他们的能量 他们的热情是藏在内心的小宇宙 只要跟天蝎变熟后 天蝎会将自己的内心的炙热无遗表现出来 而且天蝎渴望需要爱情 因为高冷外在不容易交到朋友 相对的 他们更渴望有个懂他们的人 进驻在自己的世界 而爱情则会转为天蝎的动力 提高自己独立面对这个显恶虚伪世界的能量 所以天蝎座面对伴侣 可是会无止境的付出 表达忠诚的哦 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爱人在身边 另外一个比较少人感觉出来的一点是 他们的情感其实相当丰富 看电影容易深受感动 表达情感也很强烈 相当珍惜得来不易的友情以及爱情 甚至很念旧 这也往往让天蝎容易跟旧爱藕断撕连 所以你们看这样好会说天蝎高冷孤傲吗 只有真正懂他们的人 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 才会知道他们内心的小太阳 其实随时都在 大家都说 谁不是 大部分的人都有抱负心理吧 谁会心甘情愿忍受别人的欺负呢 脾气再好的人 一昧忍让 最后还是会爆发的 但为什么天蝎座总是要背黑锅呢 先来讲心机重这一点好了 这一点根本就可以直接拿掉啊 天蝎尽管总让人感觉沉浮生 但是天蝎可以说是非常被动又懒惰的 他们沉浮在身 也不会主动去对人耍心机 耍心机不但费力又很费脑 只能说 因为天蝎的神秘气息才导致 总被误会成心机重 而抱负心强大的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从他们天生的 忠诚度 观察力 好胜心 强大韧性 一项一项来带入 首先 要让他们有抱负心态 那肯定是有人背叛 或是故意去招惹他们 弯弄蝎子的尾巴对吧 刚刚说到天蝎座的情感 相当丰富又忠诚 面对爱情及友情 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 甚至无限的付出来维持一段感情 他们的冷酷外表 而不易交到朋友 所以面对所有建立起的感情 他们可是说用生命在付出啊 如果你背叛了这段关系的忠诚 甚至用尽心思 技巧 手段要去迫害他们 这时被心思缜密的天蝎观察到了 可以直接狠狠地打击到天蝎 最深层最脆弱的心哦 要知道 如果天蝎观察不出 你有使用手段 那倒还好 感觉是无心之过 一个意外或是误会 天蝎都能够包容 不过竟然使用各种小手段 来对付天蝎 还被他们超强的雷达 给扫描到了 那这可是好几倍的伤害 一旦发生了 天蝎会将这段关系打入地狱 原先炙热的地位 将会被抛出去 到最寒冷刺骨的冰封之地 而欲强则强 刚认的他们 会马上重新调整好心态 化悲愤为力量 好胜的心强力释放 只要你犯我 那我就会比你更强大 让你比我更痛苦 就算凭借现在的力量做不到 他们也会不断朝着 成功的道路去前进 提升自己 直到可以完成报仇的那一天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天蝎座可以说是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 天蝎座记仇可以记一辈子 但是这股转化为 报复的痛苦能量 也是让人难以体会的吧 他们要多痛苦 多伤心才能达到 将这条想报复的道路 走得这么长远 甚至过程中 还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学习变得更强大 才能完成这个目标 这也是可能令人佩服的 坚定意志力 所以大家看 要让天蝎产生报复心态 一切都因为各项的天性优点整合 才能产生出这样的特点 忠诚专一 观察能力 好胜心 强大的韧性毅力 才将天蝎推向复仇的道路 如果有人要问 那该怎么办 很简单 不要背叛他们 为什么要背叛呢 天蝎身性善良 从不愿意做损能利益的事情 对待友情爱情 情感丰富 忠诚专一 不向权力或是利益妥协 坚定意志力 又聪明过人 强大洞悉事物的能力 这么多人优点 为什么还要背叛 伤害天蝎座呢 只要真诚 真心地跟天蝎座交往 作为最懂他们的人 支持着他们 陪在他们身边 我相信一定会成为 最幸运的朋友 或是最幸福的伴侣 其实大家在讨论 天蝎座的时候 通常都是饱受争议的 有人喜欢 有人惧怕 这也代表了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的性格极端反差很大 尽管极端两个字 好像有点负面 但我反而觉得 这套用在天蝎座身上 毫无违和感 反而可以说是 更适合他们吧 其实我们都清楚地知道 天蝎座的本质 不但善良且真诚 从他们面对友谊 及感情忠贞不恶的态度 就知道 他们是希望 人人都被包容 善待 而从天蝎座身上 投放到朋友 以及伴侣身上的 肯定是偏爱 因为本身朋友不多 他们就会把所有爱 都投入到 自己认可的人 因为爱 所以更用力地去爱 尽管这让面对这份偏爱的人 可能会感到窒息 但这样不好吗 毕竟要得到 这样深沉又热烈的爱 在其他星座身上 是比较难得到 而且普遍表现 理智的天蝎座 看待爱情 却相当主观 看似理智的内心 却非常感性 往往会抛弃掉原则性 而选择维护自己的爱人 这的确也间接地导致 天蝎座希望自己的 努力付出 绝不能遭受到背叛 于是 在占有欲这一块 就相当突出 想想这也是人之常情 而且他占有欲有多强 对这段的感情付出 就有多深 于是 另一极端强烈的情绪 大多数都只是 隐藏在理智的表现之下 他们通情达理 但破坏他们的信任 则会变得歇斯底里 一旦冷静 也会马上心软 天蝎 阿得起 也会放得下 冷热交织的神情 与内心中 这才让不熟悉天蝎座的人 感受到困惑 认为非常极端 但他们只是被惹毛了 只要不犯他们 不伤害他们 他们也绝不可能 抬高毒尾来折人 并且天蝎并不是 天生的悲观主义 他们的理智 能让他们将最坏的结果 事先预想到 这样的忧患 主要是因为 自我保护强烈的蝎子 不想让自己受伤 所以总是挂着担忧 同时一旦得到一点小温暖 也会得到大大的满足 一忧一喜中 感性交错的情绪 都会容易显现出来 这才让旁人摸不着头绪 所以这样的极端 反而显得可爱又坦率 也不做作 而且也证明 天蝎是真心真诚的爱着 呵护着这段关系和友情 才会不要露出 这样浓烈的反差 如果是伴侣在旁边看着 也会被可爱到偷笑吧 虽然上述讲到天蝎的性格 都使用比较阴暗 或负面词来形容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他们不像电视剧里那种 谋财略夺的算计好吗 普遍的天蝎 总是将善良展现得很透彻 所以总归一句话 天蝎的爱是真爱 爱他就不要背叛他 不管是情人或朋友都是哦 好好地陪伴天蝎吧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星座洗白系列 蛇星座个别影片都完成了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想听我分享哪些主题 我会尽最大的能力 去拍片给大家 如果喜欢影片内容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在我的IG去追踪我 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